壞的叔叔壞的叔叔 哈囉大家好又見面了我是Fire壞的叔叔 隔了兩三個禮拜沒有上片了齁 那因為之前比較忙去了一趟澎湖 然後打了疫苗然後就進入搖滾區 所以比較多事情 那包括也在練習各種不同風格的雕刻 還有各種不同皮雕的技法 所以會比較沒有那麼長的上片 那好不容易現在終於可以有時間了 再拍一些新的影片跟分享一些新的技法 還有技巧來告訴大家 OK好今天主要想要跟各位分享的是 關於一支幾何印花工具 那這支工具啊其實是我接觸皮革的 第一個印花工具 其實那時候我還不會做皮雕 我也還不會做皮革 隱約記得是在台南的安平老街 我去訂做了一條皮革的手環 那這個編織紋就是當時我第一條手環上面的皮革編織紋 這一支幾何的紋路啊 是craft他們出的 那型號是x507 那價位其實是 很便宜的齁 我記得大概兩三百塊之間就可以買到 但是因為隨著後面Berry King的還有各種不同的手工工具 的俐落度越來越好 所以這種工具目前使用起來它的立體度效果就比不上那些比較深邃立體的手工工具 但是今天就是要告訴各位如何使用一支兩三百塊的工具 然後搭配一支挑編的就是 B60 B61這種挑編的工具 然後去讓它變得更立體更俐落 甚至是有一種立體到不要不要的這個狀態 就是印花工具的組合技分享介紹 哈囉喜歡皮革工藝的大家好 常常不知道皮革怎麼選嗎 不知道怎麼製作皮件作品能有較好的效果嗎 現在YOTA的線上教學課程一次滿足您的需求 從皮革的生活應用到選擇 皮革雕刻工具的介紹到應用 從簡單的字模敲打到雕刻草圖的邏輯與繪製 除了完整的實際雕刻示範之外 還教您如何在雕刻完成的皮革作品上染色 裁切與打動縫製 另外還有組合的實際操作 以及各種染技的介紹與說明 喔對了如果你剛好喜歡動物 在線上教學還有教您如何使用簡單的工具 去製作出家中的毛小孩 當然也包括了最後的上色說明與介紹 如果想要在皮革創作的路上少走遍望路 或是想要快速進步了解皮革工藝當中的訣竅 趕快點擊下方資訊欄的線上課程連結 讓我們一起學習如何創造出獨一無二屬於您的皮革作品吧 我們在敲打 這一類的幾何印花編織紋路的時候 其實一開始 我們需要做的事情是把皮革打濕 因為我希望今天的效果比較好 所以我在介紹的皮革會使用的比較厚 我們的皮革來到了大概4mm左右 在將皮革打濕之後 我們一樣要畫出一條基準線 有了基準線之後 我們可以比較有依據的 將我們的印花工具去對在線的上面 那這樣子的狀況才不容易敲歪 那這隻的工具呢 基本上它就是一陣一橫一陣 一橫的安排好之後 先做第一遍的敲打 敲打的時候啊 工具使用的時候 我們必須持握垂直 然後使用的垂直必須要有一定的重量 如果拿輕錘的話可能要非常大力 才有辦法去把它給 敲打出它的那種 俐落跟 就是深邃的感覺 敲打完第一遍 X507之後啊 獲得的效果就會是像是 影片當中看到的這個樣子 那 感覺沒那麼立體對吧 那這個時候我們拿出我們的 B61 或者是Berry King的挑邊的工具 然後來對齊 它的四周就是指紋跟橫紋交界的地方 去做一個挑邊的動作 我們把它挑起來 我們把它挑起來之後就可以獲得一個 擠進去的感覺 那在敲打的時候啊 挑邊的工具一樣 我們拿齒的時候是垂直的 那隨著皮革厚度不同 還有水分 可能各位要稍微的去習慣跟拿捏一下 那最重要的就是敲打的力度 我今天使用的皮革厚度是稍微比較厚一點點的 所以我們在做敲打的時候可以稍微的用力一點點 那如果說今天的皮革比較薄的狀況 我們就不能敲那麼大力 因為如果說是1.6或1.8的皮革敲很大力的話很有可能會敲穿 那這就不是我們希望要的效果 在敲打這個挑邊的時候啊 通常我會建議就是 直的橫的 以順手的方向敲 比如說我的工具是拿這個方向 那我就把這個方向可以敲的全部敲過一次之後 再轉90度 那這樣子來說的話 它是四方形的 我只要整個皮 的方向 轉4次 那基本上就可以敲完了 那最後啊 敲完之後大家可以看一下這個效果的 立體度跟銳利度是不是跟 只使用一支工具來說的話 效果差很多呢 那相同的技法我們也可以使用在盔甲紋或者是 這種圓弧邊緣去做交界的印花工具都可以用類似的方式去做實現 讓它變得更立體穿插的效果變得更好喔 最後啊 記得在四周一樣打上我們的邊框模糊工具 這樣子才不會造成說我們的邊緣有一種模糊曖昧不清的狀況 可以讓整體的效果變得更銳利更乾淨更立體喔 最後的最後啊如果喜歡這部影片的話記得幫我按讚訂閱還有分享 這對於我來說都是持續拍皮革的資訊 分享給各位看的很好的幫助跟鼓勵喔 如果想要知道什麼皮革皮雕或者是皮件相關的問題的話 底下留言我會告訴你們 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結束囉 我是FIRE 壞德叔叔 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 掰掰